孕妤孟老师 他说 他的应该是已经炒好的 高雷菜 面对有这样 红红一点 那是什么 东东 这看起来应该是 一种细菌性的 这个 这个病害 这我们知道 这 他可能有一种 这个細菌性的病害 但是 他没中了 很严重 所以 我们说 宝鸭 去它 宝地 这个里面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 带大的关系 如果没关系 这个 这里都 不用去烦恼 说这吃下去 怎么 还是什么 不会的 这个 这个 保温 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 大概 如果 总是 有一些 因为这细菌性的 解决病害 他如果严重 他就整片 然后就会 这样囊 这有时候 这 他刚开始 就是说 有一点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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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他可能 就有病 有病 他有受限 他就不继续扩张 这么快 所以 其实他有中病 他确实还是有得病 所以 他起来 这不算要快 所以 你若是说 叉叉 不要理他 就把他吃掉 有个说 吃下去 怎么怎么 不会 你放心好了 比方看 就有点 这是一个 这种 细菌性病 病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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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 所以 这大概 都 很多 那么 有可能 最主要 最主要 应该是 一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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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 大体上 大体上 是 这种 这个 这不要紧 你就放心 给他 大胆的 吃下去 这个不会出事的 有个细菌 吃下去 怎么 这 同一种 危害植物的 一个 这个 困难 跟 跟 我们人 是 没有什么 关系的 所以 不用担心 这应该 看起来 是这个 这是 高丽菜 生病了 还是可以 吃的 你放心